今天我來給大家說一個發生在我身上幾乎把我逼瘋掉的真實事件 這些事讓我憋屈了很多年 我由於再三決定在這裏和大家分享 這個幾乎快把我逼瘋掉的人是我的親爹 他比習總書記還年長一歲 還跟他有不少相似之處 他的智商極高 過去單位裏別人兩天解決不了的技術難題 他出馬十幾分鐘搞定 可是他這樣技術水平的人 按理說應該是工程師的級別 可卻一直是工人的身份 原因是他的情商不高 對於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跟總書記差了一大截 正因如此他幾乎沒什麽朋友 因此在單位常常做到排擠 於是總會讓他產生一些負面的情緒 我至今還清晰的記得 那是一個傍晚小學兩年級的我 被老爸抓來問你長大了要做什麽 我當時的回答還是頗具智慧的 因為據我的觀察 當時一九八零年代 那時候的黑白電視機裏 常常在播咱們工人有力量 這一類歌頌工人階級的流行歌曲 我還常常聽我老爸再哼唱一首 我為祖國獻石油的歌曲 收音機裏更是每天傳來我們偉大的國家 是由工人階級領導這樣美好的聲音 於是脫口而出就回答 我長大了要當工人 大家發現沒有 我一個七歲的小屁孩就展示出了極高的情商 你們可能會覺得奇怪是吧 不是說你老爸情商不高嗎 那你八成是隨你媽吧 是 但其實也不完全是 背後的原因我稍後再給大家解釋 當我說出長大要當工人幾個字 我突然就聽到一聲巨響 然後就開始眼冒驚心 根據事後我老娘的描述啊 我話音剛落 就被老爸反手一戒耳框 老爸說錯了 幫我應該吃笑吧 然後啊 就是一頓胖揍 15分鐘後 我流著淚 手裡拿著紙和筆 戰戰兢兢 邊哭邊說 我長大要當醫生 後來啊 聽我老娘說啊 他那天可能又是在單位裡受了什麼氣 不過後來有一天 在我老爸高興的時候 他語重心長的告訴我 人啊 最好還是要吃政治飯 啥 啥是政治飯啊 犯人是可以吃的嗎 我一個兩年級的小學生哪懂這些 那個什麼飯那麼好吃 那你自己咋不去吃政治飯 當然了 這些只是我當時的內心獨白 因為在我短暫的童年時光裡 為了最大程度的避免再次發生眼冒驚心的事情 我必須每天努力的苦學察言觀色 揣測我老爸的狀態 以此來決定要說什麼話做什麼事 有的時候啊 我甚至都會有一種我是古代皇子的錯覺 生出來就是為了要揣測父王的喜好 於是日積月累就培養出了我極高的情商 那麼故事說到這裡啊 先小退一步 回到我大概三歲的時候 話說啊 我從小除了情商極高 智商也優於一般的孩子 三歲就懂了什麼是達爾文進化論 當然倒也不是因為我天賦一比 而是我有一個會巴普洛夫訓練法的老爸 你可能好奇想問 啥是巴普洛夫訓練法 大概就是一個前蘇聯的瘋狂科學家 在研究狗狗的過程中偶然發現 如果每次在投喂狗糧的時候搖鈴鐺 那麼久而久之就會讓狗狗產生條件反射 日後只要一搖鈴鐺 狗狗就會流下口水 被稱作制約反射 當然巴普洛夫理論中還有一種刺激 叫做恐懼刺激 那麼我老爸對我使用的方式 就是通過恐懼刺激形成制約反射 那麼具體的方法呢 就是對我進行一些重複性的 或是猛烈性的技術手段 來達到這種恐懼刺激 我老爸的制約反射 也相當簡單粗暴 沒有巴普洛夫那麼廢狗糧 就是使用皮帶和樹枝 我跟大家說一個具體的例子 有一次在公園裡 我老爸突發奇想 說讓我單腿跳二十下 結果可想而知嘛 對於一個剛學會走路還沒一兩年的三歲孩子 那這是相當的有挑戰性啊 於是我反覆試了幾次都以失敗告終 此時我老爸在旁邊捡起了一根樹枝 指著我讓我再來一次 結果我當季就超水平發揮 完成了單腿跳二十下的壯舉 避免了一頓巴普洛夫長法 從那以後啊 老爸每次都特別自豪地說 因為不好就是要打 你看上次一打馬上就會了對吧 說真的啊 如此精彩的經歷迫使我啊 三歲多就開始有了記憶 大陸地區以外的觀眾啊 可能都不了解巴普洛夫 在當時的社會主義的陣營的影響 有多麼的廣泛 據蘇聯老一輩的官員回憶錄中記載 列寧同志在得知巴普洛夫訓練法後 興奮地宣稱啊 把巴普洛夫的科學理論運用於人類 那可是比任何武器都強大百倍的致命武器啊 它可以確保社會覺得江山萬年不倒 要是把這種理論推廣到西方世界 那再也不需要什麼核武器 就可以讓全人類都匍匐在偉大蘇聯的腳下 我甚至都嚴重地懷疑 就連《紅錦2 DLC有理復仇》中 可以通過思想控制操控人行動的靈感 都來源於此 於是啊 這個對狗的試驗而得出的巴普洛夫理論 從蘇聯傳到了世界各地 成為多歐和亞洲等多個社會主義國家 用來對民眾進行洗腦的科學依據 同時也成為了我的老爸 對我使用非典型暴力手段 訓練我的合理理由 另外啊 我老爸他還會舉一反三 通過巴普洛夫訓練法 自己腦補出來一些奇奇怪怪的理論 比如 他堅信如果在人犯困的時候 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消滅困意 可以讓人的大腦越來越發達 我可以對馬克思發誓 這真的是我老爸的原話 於是啊 這就成了我的第二個噩夢 因為我老爸在發現這個理論後 常常會在我困意滿滿的時候 要求我通過他的圖靈測試 每天在睡覺前 還必須完成他要求的一些奇奇怪怪的訓練 如果沒有達到老爸的要求 那就又是一頓巴普洛夫的拳法 於是啊 從那以後 每天能夠正常睡覺 成為了我童年最大的奢求 有一天清晨我被驚醒 發現我老爸坐在床前 看著我的手臂說 你的胳膊怎麼那麼細啊 還睡 睡什麼睡 趕緊給我起來跑步去 每次老爸訓練我的時候 他還會和馬寶國老師一樣 發出一些坑坑的鼻音 你們可以試試 怎能夠補你就 怎能夠補你就 我至今都不知道為什麼 只是覺得有一種強烈的震懾感 以至於 每當我看到馬老師的影片 都會菊花一景 肅然起敬 找個力量大的落腳上試試 我老爸在我面前 就像是一個毫無掩飾自己性情的獨裁者 我但凡有一點點違抗 就是一頓巴普洛夫攻擊 那麽我老爸的攻擊 大致分為物理攻擊和魔法攻擊 物理攻擊顧名思義 一般是使用筷子 皮帶 拖鞋 或是巴掌 用力的揮舞 那麽魔法攻擊呢 大致可以分為三種 前兩種倒不太常用 分別是毒屬性魔法 逼我喝下 會讓我百分之百呕吐的鬥奶 血屬性攻擊 請我吃上次物理攻擊 被鼻血染紅的月餅 還有一種常用的 是冰屬性魔法攻擊 通常會在寒冬的深夜 讓身上只穿內衣的我 去陽臺看風景 或者讓我穿上衣服 一腳把我踢出家門 讓我去找被他氣走的老媽 對於冰屬性的攻擊 可以說我的感受頗為深刻 如果寫成書 絕對可以大賣過賣火柴的小女孩 那麽說到這裏 有人可能會想問 你老爸這麽訓練你 會不會對你造成了什麽不良的影響 屁話 我在這裏向毛主席保證 絕對沒有 如果非要說有 那唯一的一點 可能多少導致了我 很小就開始有一點輕微的叛逆 不過話說哪個孩子不是呢 當然了 我這裏指的叛逆 是只有心裏絕對沒有行動 因為我在我老爸的絕對權力面前 我從不敢頂嘴 就算是想頂嘴 也只會在心裏默默的反問一句 後來呀 這種症狀開始越來越嚴重 竟然發展到 就連上課的時候對老師也如此 特別是上政治課 老師在上面講一句 我就會在心裏反問他一句 於是 我偉大的父親 就這麽意外地培養出了一個 在小學階段 就學會了批判性思維的孩子 具有批判性思維的我 當時就發現 每天電視上播的新聞聯播 真的好奇怪啊 像是什麼 堅決維護 認真貫徹 積極落實 這全都是空洞的語言 沒有什麽實質和量化的詞彙 這簡直和我給我老爸寫的保證書 一模一樣 有時候我甚至覺得 新聞的水平 還沒有我保證書的水平寫的高 那麼至於我寫檢查的水平之高啊 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不過幸運的是啊 在我長大之後 我的老爸幾乎啊 就不再對我使用什麽巴普洛夫攻擊了 而是開啟了另一種全新的精神屬性攻擊模式 因為我的老爸 除了是巴普洛夫的謎地之外啊 他還是一個資深的毛粉 到這裏一定有人想問了 你那麽小啊 你怎麽發現你老爸是毛粉啊 當然啊 這都是後話了 因為每逢過年過節 家裡親戚聚餐的時候啊 大人們 總會說起一些我聽不懂的話題 然後藉著酒勁 爭的是面紅耳赤 而我的老爸 總是那個紅著臉 舌戰群儒 各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讚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和批判各類國際局勢的那一位 另外 他面紅耳赤啊 倒也不是因為他有多激動 而是他對酒精過敏 兩杯啤酒下肚 他就會滿臉通紅 那麽至於說他在開啟這類話題的時候 會專注到什麽程度 就這麽講吧 幾乎可以說每次所有人都差不多吃完 準備要梳桌子的時候啊 他還在口若玄和滔滔不絕 發現自己啊還沒開始動筷子 我中學時期的一位好機友啊 是這麽描述他每次來我家 對我老爸的印象的 他說啊 你爸每次開場 那手裏都是夾一根煙 舉到齊眉的位置 和毛主席刁印的姿勢啊 那是硬模一樣 然後就開始討論各種國際局勢 和各種高級理論 還會炫耀對你實施的 巴普洛夫訓練法的成果 手上的那支煙啊 是一直在燃燒 沒怎麽將它抽一口 直到煙屁快要燒到手 我提醒它 才會掐面扔掉 一整個煙幾乎是一口也沒抽 你老爸對毛主席他老人家 哪何止是崇拜與模仿 他那根本是想超越啊 另外我老爸 還具有和習總書記同樣的思維方式 不是我吹牛啊 就連他們的經歷都幾乎相同 他十幾歲就作為知識青年 響應國家號召 上山下鄉支援農村去了 當然所謂響應國家號召 只是說說而已的 因為全家七個兄弟姐妹 沒有一個願意去的 只有他一個倒霉催的 被迫去當支警察隊 那麽再來說學歷 考上重點中學是我老爸 最常在我面前吹噓的經歷 不過他的吹噓也就到這裏了 因為你想啊 他十幾歲就響應國家的號召 錯學去插隊 和當習總書記一樣 八成中學學業也沒有完成 而是在插隊落後期間 靠閱讀大量的書籍自學成才 那麽嚴格意義上的講啊 他和總書記的學歷也處在相同的水平 我在這裏啊就簡單羅列我老爸的幾個經典語錄 有一次啊他發嘍嘍說 你看看現在到處都是商店 開很多店有啥用 好的店那麽一兩個就夠了 大家想想如果我老爸在習總書記的位置上 是不是會做出和習總書記一樣的經濟決策 他的另一個經典語錄是 當初計劃經濟沒成功啊 不是因為計劃經濟本身不好 而是那些搞計劃經濟的人啊太蠢 不難想象 把他放在和習總書記一樣的位置 幾乎可以百分之百斷定 他也會做出和習總同樣優秀的決策 另外啊我老爸還相信用強迫的手段可以改變一切 這也與習總書記在新疆的政策不謀而合 如果說到民主 他是這麽說的 民主 怎麽能讓那些人民主啊 你看看 讓他們投票 國家就完蛋了 所謂的那些人啊 我還要稍微解釋一下 我常常聽老爸提起啊 當年在知青下鄉的火車上 同行家裏條件好的學生啊 把大白兔奶長從火車撒到站臺上 站臺上一群髒兮兮的窮人 趴在地上烘搶的炒麵 上下那麽辦個麵包 後來我就隨手拿在門口啊 就餵狗吃 老百姓看到了問什麽東西 我們說這是麵包 他們吃都沒吃過見都沒見過 他表示 他是真正的見過那個年代 中國有多窮的人 他還常常對我說 你看看你現在多幸福 那個時候的農村啊 還有一家窮人只穿一條褲子 誰出門誰穿 還有家裏沒有錢 兩個兄弟湊錢娶一個老婆 農村的老人啊 還經常私下裏說起 因爲飢荒 一子而食的恐怖事件 讓這些人他們能民主嗎 你躲個屁 整天自以為是 你讓他們去投票那還了得 趕緊做你自己吃進去 老爸還說啊 他們在農村插隊期間 每天都只吃爆米茶子 幹最粗的農活 卻看到旁邊部隊的士兵 用白米飯餵馬 難怪我老爸總是會說 政治飯好吃 他們吃都沒吃過 見都沒見過 想想啊 他說的其實也對 這些個連馬都不如的人 你讓他們民主 那不是鬧著玩嗎 不過話說回來 我父親的觀念 也並非因為他信息閉塞 有一次啊 我在網上看到一則 美國登月造假的文章 我就好奇的問起我老爸 他連想都不想說 不可能 西方那是透明社會 那麼多人去造假一件事情 怎麼可能瞞得住 要都是像你那麼傻的人 動不動就說人家造假 還怎麼搞民主 可以說老爸對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 逼我們不知道搞到哪裡去了 他跟我談笑風生 據說他年輕的時候 電台裡還能夠收聽到美國之音 後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有了干擾就再也聽不到了 那麼對於政治話題啊 我是特別不願意跟我老爸一起討論 因為他就屬於我二排打不過 就掀排桌的那種 只要我的某個說法戳中他 讓他無法反駁 他就會馬上翻臉掀桌子 開始用老爸的身份 對我展開人生攻擊 那麼之所以今天啊 我會跟大家分享這些 是因為在三年前 我收到了一位網友的來信 他描述了一個 比我還要悲催一百倍的經歷 他的父母一關楚楚的 在國家機關工作 他的下屬都以為他是正常人 可他卻對孩子做得無法想像的控制 和令人髮指的暴行 這位網友還在信中說 他的父母把毛主席共為神 不是因為被洗腦 而是熱愛毛的權術 他們恨自己不是毛德東 於是將自己的理念成功的運用在孩子的身上 他的信中還有這樣一句話 中國就是一個擴大版的我父母塑造的家 他擁有你的一切 包括身體和精神 他最終成功的逃出了中國 卻由於創傷在一直接受心理治療 那麽今天 我只是用一些詭諧的語言 講述了一些我童年悲催的故事 其實背後還有一些 我不想提及的事情 或許是因為我的自我心理修復能力強大 許多不愉快的細節在走出家門後 就選擇性的遺忘了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有和我一樣強大的心理修復能力 我的經歷或許應該痛苦 但是我並不痛苦我的老爸 因為他堅信的那一套強迫可以屈服一切 可以改變一切的思想 並不是他的原創 而是這個國家的某些落後的思維 和法治的不作為導致 或許有人會說 要是在西方國家像是這樣的父母 對孩子哪怕做上述的一件事 都足以讓他失去撫養權甚至坐牢 但是在中國我這樣的經歷 可以說根本不值一提 非常的常見 畢竟整個社會都是如此 甚至不久前還有新聞 一位母親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 遺氣之下將自己兒子的XXX揭斷 相比之下我還是很幸福的 絕對沒有斯德哥爾摩中和症 你本來是打算提屁股是嗎 沒有 我有件事 życie打班 直接捏的 很快 那么下面再说说我老爸对我进行的素质教育 我就来讲两件事从侧面来反映一下 有一次我听到下班回家的老爸在发牢骚 说他单位的同事也是我一个同学的爸爸 他的资历比我爸爸浅 曾经还在我老爸手下干过活 可是没过多久 我这个同学的爸爸却当上了科长 成了我老爸的领导 据我老爸说这件事上级的领导是这么跟他讲的 让你当科长 那以后都活谁干 于是我老爸只好叹气 说道 多怪自己身体不好 这都是命啊 那么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人呢 有一次我去我的这位同学的家里边 也就是这个爸爸当了科长的孩子家 他老爸当时对我的老爸是一顿猛夸 夸赞我的老爸对我的素质教育那是相当的先进 并且语重心长的对我说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孝敬你的老爸知不知道 你爸爸是真的了不起 为了培养你都不惜牺牲自己的形象 大家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一坨雾水 可其实啊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 就在那天的前几天 我老爸自己一个人在给自己理发 他那天破天荒的 让我来帮他用推子 推一下他后面的头发 在他做完示范之后 我战战巍巍的挤推子下去 当时心想我他妈完蛋了 要知道当年那种老式的手动理发推子 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那是非常的重 手若是用力捏下去 那推子就一定会歪掉 结果不出意料 我老爸脑袋的后面被我剃的像狗狠的一样 我的下场也不言而喻 可是那天在我同学的爸爸面前 我却没有说出原因 而我当时内心的独白却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只有我知道真正的原因 我老爸其实有点轻微的社交恐惧 不太愿意和陌生人讲话 所以他平时不愿意出门理发 根本就不是什么为了培养我 况且因为这件事 我还遭受了血与泪的教训 反映我的老爸对我素质教育的 还有一件事 我老爸上班的通勤工具 是一台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 在那个年代 这类自行车质量是相当的硬 被称作28大杠 纯钢制造 但是分量也非常的重 虽然重 但是我老爸每次下班 也会把他扛上五楼 防止车被偷走 有一次情商报表了我 主动跟老爸说 表示他每天的工作十分的辛苦 于是老爸就顺理成章的 把他每天扛28大杠上五楼的工作 交给了我 要知道当时 我只比那个28大杠的坐垫高那么一点点 有一天楼下的邻居 看着我这个胳膊还没杠子出的小屁孩 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 大汗淋淋的 在他的门口蠕动了快十分钟 还没有通过他家门口的楼梯 觉得十分的诧异 于是有一天偶遇我的老爸就问 孩子这么小 你让他扛自行车 让他锻炼锻炼 推不上去没办法 总能想出办法 最后不就推上去了 别人像他那么大的孩子 都已经能上杂鸡团去表演了 邻居当时听完了 也是灯大了双眼 不过也顺着老爸的话说 你这个训练孩子的方法 也算是别出心肠 然后摇摇头走了 只剩下大汗淋淋的我 和那台28大杠 在慢慢的蠕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